在我们的印象中 古代皇帝 坐拥后宫家历成百上千 一般都子女成群 不过在很多朝代 早期皇子皇女非常多 到了末期 皇帝却普遍生不出孩子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期我们就来讲讲 皇帝的生育问题 因为历代样本比较多 我们只要考察的是 唐宋明清这四代 达到生育年龄的皇帝情况 以下统一数字 参考了历史学家冯尔康的著作 唐朝统计的十九个皇帝 都有后代 最少的子女四人 最多的有五十九个 平均下来 每人双二十三个 那是相当多了 说明唐代帝王 生育能力普遍较强 主要原因自然是 皇帝妻妾成群 比如唐高祖的四十一个娃 有十八个后妃所生 子女五十九个 数量夺冠的 大家没猜错 是风流的唐玄宗 最少的是喜宗 两儿两女 但他弟弟昭宗生育能力 显然不错 一共生了二十八个 最倒霉的是太宗的儿子 死得死 流放的流放 后来做了皇帝的高宗 也是体弱多病 两宋皇帝的儿女数量 就少许多 大多在个位数 但徽宗时 达到生育巅峰 一人就有子女六十五个 占了宋代皇子女总数的 将近百分之四十 但宋代皇家的 早妖率很高 很多早妖的 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图表里 徽宗六十五个子女中 早妖的多大二十个 活下来的 除了第九子赵高 还都在靖康之变中 被金人一网打尽 留下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徽宗后 皇家生育就一蹶不振 后来的清宗 高宗 宁宗 李宗 子女 全部早妖 高宗赵高唯一的亲儿子 三四岁 便在宫中政变中 被活活吓死 赵高本人 也早已丧失生育能力 民间传说 他当年被清兵下出了毛病 到杜宗时 史书记载 他至少有八个儿子 其中五个早妖 剩下三个 成为南宋的最后三任皇帝 到了明朝 十六个皇帝中 朱元璋儿子最多 有二十六个 所以后代亲王君王 满地走 明末时 繁衍到了近百万之多 但朱元璋是生育高峰了 到了朱地 就只有四个儿子 五个女儿 从永乐系统下来 皇帝短命的很多 生育能力普遍不高 后代大多夭折 比如天启地 三个儿子都早夭 而太祖系统的藩王 大多很长寿 还一个比一个能生 生上百个儿子的也有 所以有人怀疑 永乐这只 可能有遗传疾病 清代从顺治到光绪 七个皇帝 共有子女146人 平均每人生育21人 清代皇帝的生育情况 就和国运颇为相关 位列前二的是康熙和乾隆 分别有55 27个子女 我容易吗 同时 两人寿命也最长 接下来是道光帝 寿命和康熙一样 69岁 有子女19名 道光以后就每况愈下 到了同治光绪这两位 就直接失去了生育能力 考察这四个朝代的生育情况 确实可以发现 古代王朝 国事与皇帝生育能力的关系 大概只有宋徽宗是一个特例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人逢盛世 天下太平 遇事顺遂 生命力变旺盛 朝政衰败时就相反 此外 和平时代的皇帝 长期生养在生育 没有金戈铁马 既没有唐代这样 呼风盛行 又不像明代这样 后非多来自社会中下层 生命力相对也衰弱 到最后 就出现皇帝 无法生育的情况咯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博东力史 感谢关注并转发我们的原创视频